来台湾55年以无私精神为弱势族群奉献 曾经获得总统文化奖的玉璃正宝刘亦峰神父 每年夜旦节前都会带领团队在全镇巡礼报家音 法国籍的他华语 课语 原住民语都能够通 早已经融入花莲的多元文化 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浩浩荡荡走进门静森严的玉璃警察局 包括玉璃安德体制中心院生在内 将近有40位的成员祈福团 沿途到镇上各个机关去发唐国报家音 来台54年照顾许多花莲南区弱势民众 曾经得到总统文化奖的法国籍神布刘一峰 就是这个祈福团的领队 除了法语 华语 客家话 原住民族语 是刘一峰神布最常说的三种语言 健身公益的他不但开办安德体制中心 也透过回收资源照顾更多弱势 小小二手易卖店和每年都不缺席的报家音团 看见玉璃镇保留一峰神父因为信仰支持 而为社会公益做更多 记者高雄双玉璃镇采访报道